歌手林佑嘉協同兩位小小太空人 手握旗幟 輕輕一插 在舞台上重現50年前 阿波羅任務的經典畫面 今年是人類登陸月球50週年 林佑嘉受邀擔任登月大使 除了搞笑模仿阿姆斯狀登陸月球的腳步 他也鼓勵大眾對天文保持好奇 作為生活中的靈感 但是我對於很多跟太空有關的詞彙 我也是滿感興趣 因為我覺得太空然後天文這種東西 本來就對人來說是很浩瀚 因為浩瀚的東西就很有神秘感 所以我覺得在創作者 都會很喜歡用這樣的東西去寫作 即時節目頻道 因應人類登月50週年 推出一系列天文節目 其中將公開NASA未曝光畫面 並揭露登月的精彩內幕故事 也特別與英國藝術家合作 將擬珍漂浮地球蓋亞 從國外搬到台北 讓民眾能一睹風采 現在在記者所後方 這顆七米齒長的地球 是由英國藝術家Luke Jerome 所打造的 只要算在距離211公尺處 就能感受到阿姆斯壯當時 在月球觀看地球的視角 我們也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有25個景點 製作了3D的創作藝術 譬如說你可以在這個 大安松森林公園 看到這個河中巨怪 在大澳城的馬橋 也有鯊魚出沒 另外你也可以在捷運站裡面 走鋼索穿越大峽谷 那還有很多的景點 帶大家去發展 與台北市政府合作的 裝置藝術目前已在室內 各處展出 市府觀光傳播局局長 劉怡婷也期待民眾 在遊覽台北時 能借機探索世界自然起敬 中央社實習記者 劉信秀 張廖永珍 台北報導